所以人们称的为石宝 那为什么这个景点叫石宝寨 就是明末清初 有位农民起军 唐红 在这里安盈扎寨 故称武林王 所以人们就称的为石宝寨 石宝寨主要由三道部分组成 我们看到第一部分就是整款岩石 山 第二部分就是我们接着要宽敦的塔楼 第三部分就是岩石上面有庙宇 我们看到上面这个庙宇 它就是修建于1572年 明末里连间 之间有400多年的历史 眼前这座红色的木塔楼 它是修建于清康熙连间 大宇室公园的1662年 之间有300多年的历史 所以我们那个景点是 先有上面这个庙和那个塔楼 就是上面这个庙要比塔楼早90年 那肯定大家现在心中在想 300多年前面见那个塔楼的时候 人们是怎样到了在顶的对吧 怎样到了一个庙里面去的 以前到在顶的很艰辛 就是在岩石上打孔 然后呢用水纸穿过去 人就往上攀登 因此呢在那时候危险 就很多的人从这岩石上面掉下 有点摔伤 甚至呢有点摔死 就是在1662年 清康熙年间 当地的一位乡船呢 叫邓德义 他就提倡当地的人呢 进这塔楼供人们攀登上寨 所以呢这个塔楼的目的 他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